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钱又是怎么样的 又不能没有 我们有了更多的钱 才能够给自己和家人 过上好的生活 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在爱多美 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 先让自己挣钱 说得很好 我们就是这样的 确实先自己挣足了 有了更多的能力了 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对吗 所以那今天来的人满满的 也有一些伙伴在外面不能进来 我看来也很着急 公司也说下一次 我们可能会需要更大的会场 所以这一次对外面进不来的伙伴 说一声不好意思 然后希望下一次我们的场地更大 你们都能进来 那么大家 我看到这么多人 还有站着的伙伴 你们也辛苦了 其实我们工作人员也是站着 他们也辛苦了 这么多人 我可能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行业 对不对 有没有人很多人都是在做工的 有没有 有 所以你可能别人 有的时候朋友好多年不见 就问你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现在在做什么 有的人说我在做老师 有的人说我在做工程师 有的人甚至说我在做销售 在某一个品牌的商店做销售员 在你讲这一些的时候 你都是怎么样的 自然而然的 不会有任何的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你跟人家讲说我在做直销 你讲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自己很没有底气 也有一些不好意思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 是 对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做直销会让你不好意思 这就是话要说回来很长了 所以直销在我们大家的心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是一个非常坏印象的职业 为什么会让大家有这样的印象 因为传统的直销 就是大家进去之后就是要想方设法的 干什么 赚钱 对吗 其实你都是在赚谁的钱 赚自己的钱 怎样说呢 因为进去之后可能他要你交五千块 然后你获得的利润是两千块 那你是不是自己在赚你自己的钱 是不是 或者是 剩下来的就是赚朋友的钱 怎么说 拉一个朋友进来五百块 我再拉一个朋友进来五百块 那我每一个人头五百块 我拉几个朋友 我的本本钱就回来了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很怕直销 也根本不好意思 也羞于其耻 跟朋友说我是做直销的 所以直销这个行业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印象 所以以至于在座的各位或者是去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现在都不敢讲爱多美是直销 那爱多美是不是直销 是 但是爱多美是不一样的直销 爱多美它要改写直销的历史 由谁来改写 对 说得非常好 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 首先我们来说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 传统的行业一般都是高价买低价进赚产品的利润 然后我刚才也说了 这个什么 那爱多美呢 它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它能够改写直销的历史 那我们就来 我就跟大家稍微的分析一下 那爱多美呢 它是做什么的 可能今天有的伙伴是今天第一天来 大家首先要了解爱多美是做什么的 超市非常好 它是网络购物平台 它销售的是什么 销售的是日用品 日用品所面对的市场 面对的人群是谁 所有的人 也就是说日用品面对的是消费者 那消费者在哪里 大家可以到大街上去看看 走在大街上车来车往 人来人往的都是谁 有的是在卖场 白货公司 有的是在巴刹 有的是在超市 有的是在家里 现在拿着一个手机在干什么 网络上 所以呢 消费者呢 是最大的一个市场 那爱多美所售卖的是什么 日用品 那日用品所对的市场是什么 消费者 那这个市场大不大 大不大 大 那消费者 他为什么要拿着手机上网购买 为什么要去超市购买 为什么要去购物商场购买 因为他有需求 他要买 那他在要买的时候 他要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他是怎样对这个产品进行选择的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产品 你首先是说 你用了 同一个商店里卖过的 比如说 你需要一瓶爽肤水 你曾经买过这个牌子的 曾经买过这个牌子的 那你用了之后 你感觉哪一个牌子的 比较 好用 那你下一次就会回去 不管说这个牌子是怎样的 对不对 所以那你用了好 你有感受 你就会继续地选择 那么如果 同样品质的产品 你在一间店里面看到 品质是跟你买的一样 那他价钱比你买的之前便宜 你会怎么做 立刻转向于 便宜的 所以这就是消费者 他的购物趋向于就是 品质 好 价格 又便宜 这个就是现实嘛 我们选择都是这样选择 那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他也深深地明白这一点 所以呢 那爱多美它是一间大型的 网络流通平台 它卖的是日常用品 就是面对的人群是最大的之外 那他还有一个 他我们的爱多美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刚才董事长在视频里面 已经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我们的东西是绝对的品质 绝对的价格 相信刚才有看过视频的人 大家对我们董事长 还讲的那一番话 他是怎么样去跟长方去 讨价还价 把那个价钱压到最低 那如果品质不好的东西会在爱多美出现吗 不会 那这一切品质的把关由谁来把关 爱多美公司来把关 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爱多美的平台上购买的产品 你就是非常什么的 放心使用 而且一旦出现问题 由谁来做保障 对啊 产品由谁在找 爱多美公司 你不需要烦恼 品质由谁在保证 公司 那么你是不是拿了一个手机 在家里点一点产品送到你的家 是 那产品送到你家 是谁在负责 公司 所以爱多美公司负责的是 运输 那大家负责的是什么 那你们在负责什么 你只负责什么 用就好了 分享就好了 就是这么 简单 在你用跟使用 你用了好的品质的产品 便宜的价格的产品之外 你如果想把它作为一个事业来做 不是生意 而是事业 生意太小了 爱多美绝对是事业 那如果你想做 把爱多美当成事业来做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做 分享 可是我不会分享 有没有今天来的很多的伙伴 都面临着一个问题 我知道 我听说爱多美不错 我也用过它的产品 觉得很好 可是你要我把它做事业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有没有 有啊 是不是很多这样的情况 你出气的时候 你一直在问自己 你们都跟我讲 都跟我讲 好那我要怎么做 是不是 那我来告诉你们 想不想要知道要怎么做 那给我一点掌声吧 非常的简单啊 怎么做 就是这么做 就是进到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爱多美这间公司 它不但准备好了产品 准备好了保证了品质 准备好运输 你什么都不用管 它还帮大家贴切的准备好了成功系统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你来哪里 成功系统 那么这个成功系统包括的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们中心的说明会 目前全新加坡有五间 玉朗东幸福中心 大城中心 还有SIMS中心 五级市中心 还有 Commonwell 联邦中心 我们有五间 那么你可以选择离你家比较近的中心 那么这些中心都定期有课程 这些课程要不要花钱呢 免费的 谁提供的 公司 还有我们各位的中心掌门 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那这些中心掌也都是从我们的会员出身 那在那边讲课的全都是义务讲课 没有收费的 所以说大家去听课都是免费的 所以这个成功系统公司就这么用心的给大家准备了 你不知道怎么做 去哪里 去中心 好 第二个你要来的就是像今天这样的 一日研讨会 One day seminar 你会从这里收到更多的讯息 因为你想要做这个事业嘛 对不对 是你自己想做的 对不对 所以那你就要来这里来了解 对不对 就是这样简单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成功学院 那一日研讨会目前我们每个月都有 那成功学院是每两个月一次 有华文的也有英文的 但是不用担心语言 因为公司也贴切地为大家准备好了什么 翻译耳机 你找到拿到翻译的耳机 不管你是讲英文还是讲华文 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公司好不好 真的很好 帮你准备好了产品 你不用操心 帮你保证了质量 帮你运到你的伙伴家里 也准备了一套成功系统给你 等着让你成功 你要不要 如果你不要 我会觉得你有问题 所以说 这个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对于刚加入的人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就记得去这三个地方 那怎么 有的人又要问我 我怎么知道这三个地方 OK 我们有Ban 有Facebook 还有爱多美的官方网站 都会有出来 讯息在那里查询就好了 所以每一次公司都会呼吁你 扫描Facebook 扫描我们的一些联络的方式 那里面都会放出来 所以只要你想就一定有 爱多美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最重要的就是 刚才我讲了爱多美 它是一个大型的网络流通平台 那流通的都是什么 日用品 什么是日用品 就是大家每一天都离不开的产品 像爱珍老师说的 他刚才说了很长一段 对不对 他自己从早上起来做了什么 对吗 他为什么会说这么长 因为爱多美的产品太多了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没说完呢 真的 他用的只是部分的 我会用爱多美的 就是甘蔗感做的蜜蜂带 带食物出去 给伙伴分享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你没有讲到 我再讲一下 所以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 选择这个产品 根据楼下的超市或去百货公司买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在我们每一个 在我们的网站上 官方网站上 每一个产品会有一个分数 PV 就是积分 那产品的积分是由谁定出的 公司 每一个产品的积分不一样 好像一盒牙刷12块是 5000积分 那么可能一瓶洗发水 15块7毛半是 3500积分 公司会根据产品的价格等值 定出相应的积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爱多美的这个网络购物平台 其实说起来 它就跟淘宝 跟亚马逊 跟新加坡本地的Q10跟Ebay 没有什么区别 你在淘宝上购物之前 要不要注册一个户口 要 你在Q10上注册之前 要不要注册一个户口 要 你在亚马逊上购物 要不要注册一个户口 要 那你在爱多美购物之前 要不要注册一个户口 就这么简单 可是你跟你朋友讲 亚马逊上有什么产品很好 让他注册户口的时候 他说 OK 你去你跟他讲淘宝上产品 卖得很好 你注册一个户口就可以购物了 他说 OK 你跟他讲爱多美 也是免费的 可以注册一个户口 免费购物 他说什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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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销 为什么朋友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就是因为他还不了解 爱多美 就是这么简单 你如果让你的朋友了解了爱多美 你看他要不要加 他追在你后面跑 要跟你加 好 那么 我们爱多美跟淘宝 跟Q10 跟亚马逊 不同的是什么呢 爱多美的注册 需要一个 中间的介绍人 这个人非常的重要 对于谁重要 对于在座的大家 对于我都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家没有推荐人 今天会来到这里吗 不会 不会 你会知道爱多美吗 不会 那不会有你事业的开始 所以说我们跟旁边带我们来的推荐人 给他一个拥抱说 谢谢你 扇子老师 谢谢你 给你拥抱 好 所以说 那我们一定要记住 那我们一定要记着 推荐你进来的那个人 他是比你早加入的还是晚加入的 那他就是比你开始走得早 他已经走了一段路了 而你这段路还没经过 所以你一定要 所以你一定要干什么 跟他学习 有的人一进来之后就觉得说 哇 一听完就觉得我懂 我会 这条路我可以走 但实际上走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路的下面有块石头 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说一定要感恩你的推荐人 一定要跟他学习 跟他合作 有什么事情多跟上面推荐你的人进来一起商量 因为他比你走得早那么一点点 就有可能比你知道的多那么一点点 那谁是什么时候加进来的 这个不是你决定 不是我决定 你加在谁的下面 也不是你能决定 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是谁决定的 可能是上天决定的 真的 有可能去年你的朋友跟你分享了 你并没有听进去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转了一圈 今年又跑回来了 是不是 那去年他讲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加 对吗 所以什么时候看懂爱多美 那个是天意 所以说不要埋怨你在谁谁的下面 或谁谁在你的上面 都不要做这些的埋怨 我们只要进来以后以自己往下看 做好自己就好了 因为在系统里面你只能看到 你的下线 看不到你的上线 是不是这样的 是 所以你往下看就好了 好 那么呢 第二个就是爱多美跟别的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会员费 我已经讲了 加入是免会员费的 每个月有没有任何的购物需求 你在淘宝 Q10亚马逊购物有没有购物需求 没有 想买 就买 没有任何的要求 那在爱多美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经常说爱多美跟亚马逊 跟淘宝是没有区别的 好 那么我们有一个要求 也不要说完全没有要求 就是大家看看过不过分 一年在你的个人户口买一样产品 一年买一样 哪怕是最便宜的五块钱的洗手液就好了 有压力吗 对呀 公司就是说你在你的户口一年活动一下 让公司知道你还有在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所以那我们再来看 公司呢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 我最最感恩的也是公司的这个 今天我要讲的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人性化 合理化的奖金系统 你介绍你的朋友加入了 你呢没有赚取他的产品的差价利润 因为我们大家在这个爱多美的平台买的产品的价钱都是 一样的 你买一盒牙刷十二 我买一盒十二 对吗 然后呢你也没有让他每个月有需要买多少 每一年他只要买一个产品就能维持他的会员 他如果不喜欢爱多美的产品 完全不喜欢什么都不喜欢 那一年到期自动取消 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呢最重要如果他用了产品喜欢呢 如果他知道爱多美是一个好的系统 他还可以开始一份伟大的事业 这个重要了 所以说呢我们呢一定要 在分享之前一定要想好怎么跟朋友去说 怎么去解释爱多美跟其他的事不一样的 只要解释清楚了 他明白了 他会感恩于你 那么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例子 就是去年2017年的三月的 不是前年了现在 前年2017年三月 我有跟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他是我先生读书的同学的一个老婆 然后我有跟他联系说我在经营爱多美 我希望他能够加入爱多美 他说他在做另外一个U什么的 加入另外一个U什么的公司 U公司 那我当时跟他分享 我说你加入那个也可以用爱多美的日常用品 因为我们售卖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那当时他跟我说 我呢因为是产品帮助了我的爸爸 改叛了我爸爸的身体 所以呢我是因为产品好才分享的 我不是要赚钱的 我他意外之一就是我是为了赚钱的 我也没有讲什么 那我送了他牙膏牙刷去试用 那紧接着过了几个星期 我想想还是不对 他是我老公的朋友 那也是我的朋友 这么好的机会我不能让他错过 我又打电话 我说我上次去忘了拿海苔跟夹心海苔给你的孩子 非常好吃 小朋友吃又健康 你有时间我可以再拿这个产品给你 然后他说 我没有时间 我说那你最早什么时候有时间 他说最早也是要下个星期一或星期二 我说可以 那我就直接说星期一晚上几点你方便七点 我说好我送过去 我拿着海苔和夹心海苔又去到他家又讲了一通爱多美 他这一次没有明显地拒绝我 他说什么 我考虑一下我真的没有力气做这么多 回来以后我还是没有放弃 我继续在微信里就一直不断地跟他解释跟他讲 这个机会太好了 你要快一点进来站位 因为你再不进来 就是在你等待的这几天 我已经加了接近十个伙伴了 那么你如果早一点进入 这十个伙伴都在你的下面 可是他看不懂嘛 我就不停地解释 最后他被我馋得没有办法 他说好了好了 我不要用我的 我用老公的家可以吗 我说可以可以 你加吧 他老公的加入进来以后 我再也没有找他 我再也没有找他 我觉得他加了就好了 我放心了 他以后要做他可以随时回来 我觉得这我对得起朋友 在他看不懂的时候 我告诉他我讲明白了 而且他也站着位那就好了 我不担心了 那今年2018年的三月他回来找我 我户口还在吗 我说在 听说这个很好 我说我做得也不错 你要来看看吗 来看看 他就带着伙伴来我家 然后他也成功地 在今年的几月 十月还是十月成功了 晋级了销售大师 我讲这个 我的经历的原因是 我想告诉大家 当你朋友看不懂 看不明白的时候 不要放弃他们 不管怎样 让他先加一个站个位 等他看懂了他会跟你讲什么 谢谢 他三月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下面几千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跟我说谢谢了 所以说这个事业和机会是上限给予我们的 一定要感恩推荐人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才来开始讲 那爱多美呢 他的组织形态我们讲的 他叫什么 双轨制 那就是言外之意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又要又有两条线 很简单 你只需要把你认识的朋友分成 你的左手跟你的右手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我们人体吗 一定是有左手跟右手的 左脚跟右脚的 所以呢 我们只有两边才可以走路 不要下意识里面觉得自己一边就可以走了 一边走的时候你是怎样的 一定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把你的朋友分成两区来放 那么认识的人放在一区 不认识的人放在一区会比较好 这是我对大家的忠告 因为比如说你的第一个朋友进来了 跟第二个朋友认识 那么你把一跟二分开放的话 那二不在一的下面 那他们是没有联系的嘛 对不对 所以最好是我们把一个二号朋友放在一起 这样二号购物 一号也有几分 所以我们的原则上把认识的伙伴放在一起 不要急于说我这边很多人 那边很少人 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努力分享 人 都会进来的 你想想大街上在走的那么多还在购物中心购物的 对不对 所以说那这两条线我们只有两边 只有这两边 所以非常容易发展 因为有一些传统的直教它是有23条线要管的 或6条线或8条线 对不对 那爱多美你只要管好你的左手 右手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它是无线带延伸的 怎么说呢 我加了一号朋友又加二号朋友 接下来我又加三号 我又加四号 那么它是可以无线带往下延伸的 不管到第几层第几带 那积分你都可以享有 它只是分成了两边 一个左区跟一个右区 只要左区的朋友买的积分 就会跳在我的左区 右区的朋友买的积分 就会跳在我的右区 理解吗 那所有在我的下面的伙伴 再介绍的伙伴 比如说我要有两条线 那我的伙伴一号 他要不要有两条线 要 所以他这个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我放下去的也算是他的左边 所以他也要开一条右线出来 对吗 所以说 那他的两条线都属于我的哪一区 左 所以他找进来的伙伴 不管那个伙伴的位置在哪里 我的他的伙伴买的产品 我的左区都会跳几分 理解了吗 所以说 我进来以后 开始不懂 现在走过来 非常感恩于爱多美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就体现了我们的四个字 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太厉害了 这一定是我们爱多美人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 我把一号朋友介绍进来了 我再找的人 二号在一号朋友的下面 一号朋友有没有享有积分 有 那一号朋友再找进来的人 是不是跟我也有关系 有 所以我找的人跟你 有关系 你找的人也跟我有关系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系统就是把齐心合力 体现得非常好 比如说到了下面第十层 第十个人他在他的户口里面购物 买了一万个积分 那么这个时候通通上面 所有这条线上面的人 都会在左区挑一万个积分 那如果是第一个朋友 右边的第一个朋友在这里 如果他在他的户口买一万个积分来说 那一号朋友会挑一万积分 我会挑一万积分 那如果一号的第二个朋友 他买一万积分来说 这边有一万个积分 他也会跳一万积分 一号的左区右区会跳 对一号是右区会跳一万积分 看到吗 对于我来说我是 左区会跳一万积分 所以从我往下 所有进来的人 全部跟我有关系 无现代 无现代 这个讲 都会 有没有 所以说在下面 现在在座的有很多人 可能我都不认识 但是你跟我有关系 所以我也愿意站在这里 告诉大家 所有的 我懂的 我会的 我希望在这个平台能够帮助到 所有的人 好 那一样 你看到这个图上面写的吗 有国旗有很多 有新加坡的 有韩国的 那我们这个是跨国经营的 那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们开了几个国家 14个国家 美国 日本 加拿大 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菲律宾 东柬埔寨 还有俄罗斯 还有澳洲 14个国家 那你可能不认识 你不要激动 不要一说就说我不认识 但是你要知道下面 你的伙伴就像董事长讲的 他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可能其中一个人 他刚好亲戚就在泰国 他打电话告诉泰国的朋友 爱多美 那泰国有没有爱多美 有 他只要在泰国在网上购物 那他的户口也会有积分 对不对 那他的户口跳积分 对于你的朋友来说 他也有积分 对于你来说 你也有积分 如果在泰国这个朋友 把爱多美分享给100个人 相等于你在泰国开了一间什么 网络潮市 是不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运用这个系统来经营 来赚钱呢 我们来看一下 爱多美的奖金的分配呢 主要分成了 你看这一个大笔 分成了四块 大家来看一下最大的那一块 看到了没有 那一块写的什么 安置组织奖金 简称这个也叫对碰奖金 这一块是最大的 那谁可以拿对碰奖金 一进来的会员 只要你有在爱多美平台有购物 自己户口有一万个积分了 就可以开始 下面累积分数就可以开始拿这个44 就是说普通的 大家看到吗 最多的一部分是分给 刚进来就可以拿利润的人 所以爱多美的奖金制度非常人性化 就人性化在这里 它是下后上保 好 那么再看 教育中心那边是6% 就是我们现在新加坡有五个教育中心 那么你注册在那一间教育中心的话 你每一次网上购物 公司会多6%的分数PV给那个中心 所以说你到中心去学习 中心也给你免费的 然后那么其实是公司有拨款 协助公司一起齐心合力为会员服务 好 那么再来看下面的领导贡献奖金 这个部分占20%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 领袖级别 也就是Leaders的人 到了一个Mastership 我们会有7个 等一下会讲到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是公司拿回去的 30% 大家看到在这个是右下角的地方 有写Based on Global.pv 就是根据全球PV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就是今天全球的 包括新加坡的 台湾的 马来西亚的 菲律宾的 全球的总销售积分 拿来分 理解了吗 全球的积分 所以它不是根据新加坡 一个国家的销售额 也不是根据东柬埔寨 一个国家销售额 是根据全球的 所以如果爱多美的生意好 全球的销量高 分数高 那大家分的就多还是少 所以 那只要我们 齐齐合理把爱多美做好 我们会不会就是越分越多 是 所以奖金制度 合理化 人性化在这里 你看要不然柬埔寨 那个国家它比较贫穷 比较落后 它的营业额可能就没有这么高 那如果是以国家来分 那我相信他们那边的人 拿的会非常的少 那么爱多美这个公司呢 它的出发点呢 它不是要创造一个亿万风 而是要帮助更多贫穷的人 在这里改变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它是用总全球的来分 所以非常感恩于这间公司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我们个人户口的等级 刚才我说了加入会员 要不要钱 不要 其实有两个国家是有收费的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台湾 但是不是会员收费 他们加入需要付一个公本费 因为他们国家的直销法规定的 他们加会员一定要有一个 就是要有资料 要印合法的资料 所以说那公司就资料 就需要会员进行购买 当我加入会员免费的不用钱 但是我加入那一天 我的户口是零分 我是没有权利可以开始累积分数的 在这边我也强调一下 我也非常感恩新加坡公司 因为从1月3号 昨天前天啊 昨天吗 前天 1月3号开始 我们新加坡在注册户口之前 会有消费者跟经营者的选择 因为不停地听到很多伙伴在说 很难跟新加坡人拿IC 有没有 很多加了以后没有认证 一个月就过期变红的 那公司也非常的想帮助大家成功 所以呢 就以后在新加坡 如果你一注册 你选择的是消费者 你的户口立刻可以认证 他马上可以购物 不需要跟他拿IC了 身份证了 明白吗 但是呢 消费者本身 自己户口的分数可以累积 他没有权利累积 他下面的人的积分 因为他不是经营的 做事业的人 他只是喜欢产品 想在这个平台买产品的人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你选择了 经营者呢 你就需要 成交一样你的认证 身份证的反证 填表格去认证 就这么简单 你选择了经营者 那你的户口是零分 你是没有权利积分的 那么一定要在你的户口 有一万个积分 你才可以开始累积下限积分 大家可以看 会员等级的第一个级别 是一万到比喽三十万 然后呢 他的级别叫销售代表 第二个级别叫经销商 怎么达到呢 要累积分数达到三十万 个人户口的分数 只要你买一次 一万积分 你买一次 它就是一辈子 因为个人户口的积分是终生累积 不回零 不归零的 那就意味我户口 只要买一次的一万积分 我就终生可以享受下面的积分 对碰拿钱 理解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爱多美要改写直销的历史 它是完全以消费者的立场作为考量 怎么样帮助消费者 怎么样让消费者感觉舒服 怎么样不强迫消费者 消费者在这个平台是完全自由的 好 那么接下来慢慢累积到七十万分 就是第三个级别 我们叫杰出经销商 一百五十万分 就是第四个级别 交代理商 两百四十万分 第五个级别 交精英代理商 下面还有一排蓝色的字 看到吗 绿色字的下面还有一排蓝色的字 如果你个人倾向于 用利用爱多美的平台 发展自己的事业 你非常的投入 每一天在外面跑八个小时 你下面的伙伴 下面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你的销售额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算你不去在自己户口购买 你也可以升级 大家懂了吗 大家可以去详细阅读一下 哦 这个就是说你自己户口的升级的方法有几种 两种 所以这个公司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没有钱没有能力 那我呢就怎么样 也可以在爱多美只要我拼命的做就可以成功 就是这么简单 好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 General Commission record的一个部分 就是安置组织奖 左区所有人的积分加起来 右区所有人的积分加起来 我呢 每一天 我的超市的营业额有多少 我就根据这个表格来领钱 如果我至少左区要有三十万个积分 右区要有三十万个积分 我才可以拿第一笔奖金 在没有到达三四万分之前 所有的分数会被累积存着 不会归零 然后呢 你看如果今天我的超市 每一天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新加坡时间会结算 那大家楼下的超市也会结算 对不对 所以说一结算 他看到我的左区够了三十万 右区够了三十万 如果我个人户口一万积分的时候 他会给我五个点 一个点相等于新币五块左右 就是新币二十六块 如果我个人户口有三十万积分 那么我就可以拿十五个点 我约等于新币是 七十六块左右 现在是八十了 不对了 八十 九十块 这个为什么是九十 这个会浮动的 因为就是业绩比较高现在 刚才我解释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我一旦拿钱 两区的分数都会重新归零 不会栽 有了 不管那一区是多少 六十万对三十万 我拿了一个九十块 我也不会再拿了 知道吗 但是这个是背上一个八十块左右 那如果今天晚上我的超市 一结算 哇 一天哦 不止三十万 一天超过三十万了 那五十万对六十万呢 我还是拿九十 看你自己户口是多少 拿多少 拿二十六还是九十 那如果今天晚上一结算呢 我这边有七十万 这边有七十万 够了七十万个积分呢 我的户口就可以拿 一百六十 所以这个是一天的 明白了吗 从七十万份开始 如果你想拿一天 每一天结算 你可以拿一天 对付七十万七十万 拿一百六十块 你的户口一定要有 如果你没有七十万也OK 只要你下面的销售额高 你有在那个代理商的级别 也是可以的 明白吗 好 那接下来就是每一天算 按照这个表去卡 就是每一天的 你能拿多少钱 那善子老师每一天在 GridTree 六百万对六百万 以上 那我大概是在 GridTree GridTree 二百四 两百四 那会不会上涨 会 中国还没开 中国开了 更高 好 所以就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安置组织奖金呢 是每一个 每一个星期二 发放 从星期三算到星期二 下个星期二拿钱 就这么简单 然后接下来就是 Master Bonus Master Bonus 这是每个月的七号 跟二十二号 这个是级别 我们总共会有 级别会有七个级别 销售 钻石 玫瑰 星光 皇家 王冠 尊王 我们公司把全球 今天营销额的 百分之二十的PV 拿出来分这一边 大家看销售大师的那个部分 占了多少 百分之十 看到了吗 拿一半出来给销售大师 我讲了 爱都没讲进系统是 下后 上宝 那上面大家看 钻石 玫瑰 星光 是不是 钻石是五巴仙 玫瑰是两巴仙 道尊王那边 只剩下零点三巴仙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 怎么越来越少呢 怎么可能 我做了这么久 更少了呢 你看到那个竖线吗 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 画下来吗 看到了没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如果 生上了 谁人Rose 我除了拿自己的两巴仙 我还可以拿 Diamond的一个五巴仙 理解吗 共享Diamond的 如果我上了 谁人Rose呢 我上了Star呢 我可以有自己的 一点二巴仙 我可以共享 谁人Rose的两巴仙 还有Diamond的五巴仙 明白吗 理解吗 所以说 其实道尊王的时候 你也是拿了几巴仙 十巴仙 所以说 不会少 只会 多 但是如果公司 不这么分配 对于那个 钢上钻石的 钢上玫瑰的人 他们拿不多的 只有这样的分配 才能合理化的 去帮助到他们 所以这间公司的 奖金制度 非常的人性化 合理化 好 那么再来看 怎样上第一个级别 就是半个月为基准 一号到十五号 这个是公司规定的 在十五号那一天会结算 十六号到月尾 月尾那一天会结算 十五天 里面加起来 你左区 总业绩达到 两百五十万 优区达到两百五十万 你就可以计升 我们的销售大师 那到上了销售大师之后呢 你并不一定会是 自动的销售大师 好 自动的销售大师 在爱多美非常重要 这就是已经要 在爱多美 你可以说已经成功了 自动销售大师 每个月收入 大概在 两千五百新币以上 什么叫自动 就是一号到十五号 你自然而然地 达到两百五十万 不是因为你购买了一些产品 才达到的 那么十六号到月尾 你又自然而然地达到 那么其实 可不可能达到 一定达到 刚才我说 扇子老师 一天的PV是多少 六百万 我一天是 两百四十万 那如果你要上销售大师 是左区几天 十五天 十五天加起来 两百五十万 所以并不高的 大家能理解吗 只要多分享就有了 下面的消费群 够多的话 就一定有的 所以大家的目标 就定准去分享产品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是一次性的奖金 如果你上级别 公司会奖励你的 销售大师是这三件 钻石大师 有多一个平板电脑 然后玫瑰大师 有两千五百块钱的现金 还有旅游券两张 那这个每一张的旅游券 价值一千新币 那么如果你上 新光大师会有四张 价值一千块新币的旅游券 另外还有现金 一万两千新币 然后再接下来 如果你上了我们的 皇家大师 这也是我觉得 另一个启程 因为从这边开始 会有一个租车费一千 二还有信用卡两千五 这个是每个月的 刚才前面你看到的 这个一次奖金 都是一次的吗 但是在这一边出现了 每个月都会有 这个信用卡是什么意思呢 两千五这个月你刷完了 下个月还会再进 两千五每个月都有 然后如果刷不完 对不起 现金取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刷完 被人家逼着去 刷完信用卡的感觉 好不好 就是这样 那么再接下来 就是王冠大师 王冠大师那 每个月信用卡的额度 会增加到六千块 那这个欧洲旅行券 一张票是五千新币 刚才我说的那个 前面的那个是 就是亚洲的旅行券是一千 这个从这边开始都是五千了 还有现金四十三万新币 那么就是最后还有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 employer master 也是最后的 那个信用卡增加到 一万五一个月 花得完吗 来找我啊 我帮你刷啊 然后还有司机 然后还有秘书跟办公室 然后呢 还有现金 一百三十万新币 那大家看了 可能吗 真的吗 我给你看 这就是我们已经拿了 这个现金 一百三十万新币 已经上了尊王的四位 韩国的尊王 我叫他四大尊王 不是四大天王 然后你看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我在头上标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他们都是做什么的 我们来看 第一个 朴真树 压汤店的老板 一个普通的 快开不下去了 之前经营过美容院都失败的 第二个 曾经做了五间直销公司 十三年都不成功的 他厉害吗 他厉害吗 不厉害 不厉害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爱多美的真王 他厉害 为什么他厉害 五间公司都不成功 所以大家想一下 还有第三位是一个代驾司机 连车都没有给别人开车的 还有第四位是金莲淑 也是一位家庭主妇 跟扇子老师一样 所以扇子老师就是未来的尊王 新加坡的 我们给他掌声 谢谢他带领我们 一步一步走向尊王 好 那么再往下看 如果这四大尊王 离大家是比较遥远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那个线没有了 我的增长 我2016年1月加入的 10月开始经营的 11月开始经营的 所以我只有1091块在2016年 那2017年的年尾我结算是4030 那么2018年的时候就是今年 我在2018年从1月到2018年的12月 我的总收入是多少 15万7800 大家我最重要是看 其实有一条线的没了 我最终要想大家看那一条线 爱多美是怎样的一条线 往上增长的 很多支销公司都是起起伏伏 我们是直线增长的 前期不赚钱 但是后期是直线快速的 大家看去年4万8跟今年15万几倍 三倍 有什么样的公司可以一年给你翻三倍的涨工资 想一下 我一个人 对 只有爱多美 说得好 我一个人证明不了什么 我拿 我 还有下线 还有我的 上线 我不讲名字了 在2017年 我的时候是48,000 我把它四搜五入放5万左右好了 然后我的下线那时候是 18,000一年 然后我的上线是 12万 那么今年2018年 我是15万 我跟着我的下线 它是多少 69900 也就是7万块 然后呢 我的上线是多少 29万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吗 明白哈 那么再来最后一个 2019年你们猜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会是多少 一定是超过 因为你看我上线去年12万 我今年15万 我已经干什么了 超过了 对不对 那我明年也是超过那个29万 所以我一定是超过29万的 那我的那个下线 它一定是超过我的 15万 因为它今年6万9 已经超过了去年我的5万嘛 对不对 那扇子老师呢 一定是双倍以上的 每个月多少封顶 5万 那一年它这个58万 大家算一下一个月是多少 估计扇子老师要接近封顶了 明后年 你还在犹豫吗 你还没醒过来吗 扇子老师比我做早一年 我比我的下线早做不到 八九个月这样的 你还要再玩进来吗 还要吗 还要等吗 你自己想一下 好 所以说爱多美的条件是什么 我时间到了 我尽快讲完 爱多美的条件非常的简单 公司 它已经是把全自动化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讲过了 什么条件都好了 你只要用产品 分享产品 就可以做自己的事业了 而且是全球化的事业 你如果要自己做生意的话 你先要找租地方租金 每个月负担 你还要找产品 你还要找很多很多的 还要付员工的费用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一切一切都是爱多美公司帮你 准备好了 你什么都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烦恼 他帮你给你下面的伙伴发工资 员工发工资 都是他在负责 你如果不能做爱多美 还能做什么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说必须要抓住的机会 很简单 大家就要通过我们的学习 这个成功系统来学习 把自己变成一个专业的爱多美的消费者 就是你要比你的伙伴更懂爱多美 你不想你的下面的伙伴 竟然一问你 你三不知 他看不起你 对不对 你希望说他进来问你的问题 你都能够专业的回答 那就是要自我成长 自我学习 你来到这里 今天有可能是自己来的 有可能是被朋友 千呼万叫给叫来的 对不对 那你来到这里 你所学的东西是给谁学的 给你自己学的你都不要吗 所以大家想一下 以后不用千呼万唤 自己来 也把你的朋友叫来 起初叫他们 他们不明白 但是我相信在你不断地解释 不断地说服之下 他一定会明白的 而后他就会什么你 感谢你 感恩你 就像我跟你讲的那个例子 最后就是爱多美的文化 爱多美这间公司 大家看到了 帮助了很多的人 不只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平台收益 我的伙伴也在收益 我的伙伴的伙伴也在收益 那么这个是给大家收益的平台 我们一定要齐心合力来 让爱多美这间公司走向百年和千年 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 跟我一起来 然后让爱多美这间公司走下去 帮助更多的人 帮助你 帮助你身边的亲人 帮助你的朋友 好不好 那我们一起来努力 就是不要囤货 看到哪一家公司让你不囤货的了吗 禁止抢线跳线 尊重爱多美的所有 禁止在网络上贩卖 爱多美的网站 你只要介绍朋友 他上网买就跟你有关系了 没有必要 从这个网站买了 拿到那个网站去售卖 理解我在说什么吗 请爱护爱多美 让爱多美走下去 请大家一起 然后也要抓住这个机会 在爱多美这个平台 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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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